人在年轻的时候想要的东西很多 但偏偏腰包里没几个钱 巴特今天有望告别这个烦恼 因为某些办信用卡的把申请表寄到家里 被无所事事的巴特看到 他立刻填了一张申请 职业收入全部瞎填 连名字都用自家狗的圣诞小助手 一个半月后他竟然真的收到信用卡 巴特赶紧拿着卡去漫画店里消费 老板一看用的是信用卡 只要投 这肯定不是你的卡 害我白激动 巴特信心而归 这么小的身体支撑不起那么大的欲望 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卡 但是他在垃圾桶里捡到一本购物指南 主要是卖生活用品的 这玩意儿通过电话就能买 巴特一口气买了几千块钱的东西 家里吃的用的全都有 垃圾被这口能听收音机的平底锅收买了 以至于忘了问孩子哪来的钱买东西 巴特努力的在家装指南上挑些自己能用的 杂志上甚至有卖指引犬的 说是这狗子经过两年半的严格训练 多才多艺 比一般的人还要聪明 那还犹豫什么巴特赶紧电话订购 快递隔天就到巴特打开箱子 看到传说中的狗子 狗子被训练的如此乖巧 他第一时间去周围收集了水果作为界面礼 相比之下圣诞小助手就像个小废物 这条狗走起路来很优雅 精通各种技能 跳起来的样子也很美 全家人对他爱不释手 狗子立刻跑去厕所用起了马桶 他甚至知道要冲水 红木看了看狗子受过的培训 比自己受过的教育还要多 难怪自己经常不冲马桶 只是吃了文化不够的亏啊 一家人其乐融融 完全忘了圣诞小助手 他在门外看着他们多甜蜜 自己就应该在屋外不该在屋里 可惜借来的消费都是预知的快乐的 巴特在半夜收到银行的催债电话 对方甚至还在介绍分期业务 看能不能好好赚一笔利息 巴特想的却是赖掉对方的本钱 狗子比较了解小主人的经济状况 贴心的替他挂掉电话 第二天巴特喊狗子出门 圣诞小助手以为是要陪他散步 但终究只是一场误会 这大概就是舔狗的日常 巴特去到荒郊野外 让牧羊犬刨坑 这张信用卡欠下太多孽债 他希望债务能跟着卡片一起长眠于此 这和本地黑手党不磨瓦合 他们也安排了一些对手跟鱼同眠 黑手党提醒巴特 既然大家都在处理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就要替彼此保密哦 银行已经意识到巴特是个老赖 派了一对债务回收员上门抄家 他们把巴特买过的东西全部拿走 巴特让牧羊犬快点躲起来 希望银行能漏掉这只狗 但他们都是专业的照单收东西 说还差一只很贵很贵的狗是不是他 巴特看了看圣诞小助手 再看看外面乖巧的牧羊犬 没错就是这只 圣诞小助手就这样被带走 他不懂无法理解 习惯性摇头摆尾 主人一定是在跟我玩游戏吧 圣诞小田狗离开后 家人甚至没有感觉 他们满眼都是这只乖巧的牧羊犬 红沫打了个好看的领带 马基也涂上烈焰红唇 他们想得到牧羊犬的肯定 仿佛那是上流社会的认可 信寒啊 这是个正做舔狗 但是没人关心舔狗的世界 唯一的良心担当丽莎问 圣诞小助手去哪了 巴特说先送去狗舍了 要等牧羊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再把他接回来 舔狗的事一句话就打发了 现在他们要出去遛狗 大家正先恐后想懒这个活 仿佛这是一种荣耀 最后只好全家一起出门遛狗 这狗子一态优雅 不乏矫健 让公园里的其他狗子 黯然失色 牧羊犬表演了一个街飞盘 让这群甜狗开开眼界 梁浩子说 这只狗比你之前那个好多了 巴特心里难受 有点替圣诞小助手感到不值 白月光到手了 但也不能当饭吃 他想念自己没那么好的百米粒 牧羊犬很好 好的有点不像狗 到了时间 他会叼着卡片过来 上面写着该遛狗了 家人们已经没了最初的新鲜感 不再争先恐后 巴特只好带他出去 像是例行公事 没有了当初的激情 大街上忽然传来求救神 牧羊犬见义勇为救下一个孩子 镇长开了一个表彰大会 荣耀来得毫无意外 巴特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警长说后 这个狗子当警犬可太好了 巴特交出绳子 那就送给你吧 牧羊犬很懂事 跟着谁似乎都不介意 以至于你分不清 跟你在一起是真情实感 还是完成任务 拍懂事的感情 总是容易让人怀疑 巴特空手耳规 说他把牧羊犬送给警察了 妈妈表示 那可以把小猪手接回来了 巴特哽咽 我没有送圣诞小猪手去狗舍 他不知道去哪了 胡莫说 哭有什么用 哭也算时间 赶紧去找他吧 巴特先去当铺找狗 银行抵押的东西往往都在这 老板说 卖给了一个穿裙子的怪人 穿裙子 还很奇怪 巴特想到了学校的大爷 大爷说 狗子已经被他吃了 大爷当然是吓唬巴特的 狗狗那么可爱 但总是拆自己的家 所以大爷给送去教堂了 巴特找到神父 神父说 狗子被送给一个教徒了 这是他家的地址 巴特按照地址 果然找到了圣诞小猪手 欣喜若狂的他暗想门里 熟练的用口水伪装泪水 卖个惨 应该就能把狗子要回来 但是出来的人戴着墨镜 是个盲人 这还怎么卖惨 圣诞小猪手 现在是他的小猪手 和唯一的伙伴 巴特信信而归 但同情心 从来不是巴特的障碍 他只是回家准备钳子 等到夜深人静去偷狗 月黑风高 巴特一身惯犯服装 剪开了盲人家的铁丝网 他从狗洞里爬进屋 旧爱重逢 格外兴奋 圣诞小猪手 忍不住叫了两嗓子 楼上的盲人 纹身立刻下来 巴特在躲进衣柜的路上 踩了小熊 盲人躲在衣柜门口 打电话叫了警察 准备来个问中作憋 憋没办法了 说我只是个孩子 想要回自己的狗子 盲人明明自己过得不尽人意 但还是见不得人间疾苦 他说好吧 让狗子自己选 圣诞小助手纠结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巴特陪伴了那么久 久到一句话就能让狗子破坊 虽然赢回了狗子的心 巴特的良心也有点疼 怎么才能不负如来不负亲 门外的警察突然感动 听话的牧羊泉来执行了 他直接扑进盲人怀中 像是久别重逢 场面一度很感人 然后牧羊泉从他口袋里 说出了微信品 场面又一度很尴尬 警察让巴特先走 这里接下来会很危险 他叫来了更多支援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嗨起来 这集哪里是在说狗 根本就是一群想当舔狗 但是又瞧不上舔狗的人 圣诞小助手爱得毫无尊严 却轻易地败给了新来的牧羊犬 它优雅漂亮聪明 就是狗中白月光 可以让一群人甘心做舔狗 区别是人类的热情很短暂 他们得到白月光之后 白月光很快就成了百米币 以前觉得牧羊犬很聪明 清和 但是现在又觉得清和的另一种说法 就是它跟谁都能玩得很好 像乖巧聪明的机器 诠释技巧 毫无情感可言 牧羊犬的聪明也逼着巴特 付出更多才行 这让它累了 牧羊犬没有变 是善变的人类不靠谱 它们的心境变化后 看着同样的事物 却会有截然不同的情绪 它们心中的好与坏 从来都没有个定数 舔狗永远琢磨不透 只能反复点燃自己的热情 舔得很辛苦 它们的机会 往往是因为对方也当了舔狗 累了 突然就想明白了 还是这个经济试用狗省心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